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赤壁猎扫雷舰和开平猎扫雷舰组成扫雷编队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模块全要素海上实战化训练 提高扫雷编队协同配合和应急处置能力 训练开始后扫雷舰艇编队刚刚抵达目标海区便接到通报 敌方在我方兵力前出航道布设水雷 接到命令后各舰拉响战斗警报 官兵们迅速按照部署就位 编队进入一级战斗状态 紧急向雷区方位机动 抵达雷区后赤壁舰开平舰放出的声纳 探测到疑似水雷目标后 赤壁舰指挥员立即下达灭雷部署 后甲板猎雷人员迅速集结 向标记的水雷目标点投放灭雷装具 在官兵的密切协同下 模拟沉底雷被成功列出 水下威胁刚刚解除 雷达又发现航道上 有疑似弗雷目标出现 扫雷舰迅速调整航向航速 抵达射击阵位后 果断对弗雷目标实施打击 目标训练弗雷 走旋速度距离1.6年 高炮兵接到射击命令后 迅速瞄准目标实施活力打击 并成功击毁目标 此次海上训练围绕战位协同 实际使用武器 舰停损管等多个方面展开针对性训练 通过实际运用裂扫雷装备 进行裂扫训练 强化裂扫雷舰作战效能 进一步强化官兵 遂行使命任务的能力 进行裂扫雷